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的两件同湖内发现七升左右不明液体 我们团队取样后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分析 层层揭开了这批沉睡2700年神秘液体的面纱 其中含有乙醇、乙酸乙脂、冰箱酸等物质 我们认为它是先秦时期贵族饮用的果酒 这是东亚目前已知最早的果酒遗存 它闻起来就像下雨过后草地的味道 在取样的墓地中有一个为女性贵族墓 我们推测在当时女性也饮用果酒 我们后续还要加强研究 看看能不能把这种酒给复远出来